教室内,台湾青年魏晨韵抱着琵琶给学生指导基本的执法。 进入暑假,他所创办的培训机构开始忙碌起来, 阵阵私足之声从各个教室传出,演奏出了魏晨韵在福州的艺术乐园。 日前,中心设计者在福州约访了魏晨韵。 受父母的影响,魏晨韵从小就与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 考取台南艺术大学后,魏晨韵选择了学习琵琶和钢琴。 魏晨韵和福州的缘分要从2013年说起。 当年,刚从台南艺术大学毕业, 他就收到了福州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工作邀请。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魏晨韵来到福州。 大部分来的年轻人都觉得,哇,这边就是学生很多嘛。 对,肯定相比台湾来讲,学生很多嘛。 所以那时候来,其实,哇,原来这边现在是这么样一个情形。 对,那其实当下是蛮,蛮惊讶的。 这种艺术教育市场可以有这么样庞大跟家长如此的重视。 在这边,那你肯定觉得这边有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嘛。 看到了大陆的市场前景和机会, 2014年,魏晨韵开始创业,创办艺术机构主营范围包含了钢琴、琵琶、笛子、大提琴等乐器培训, 以及美术绘画、国学礼仪、教学等。 魏晨韵希望把中华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美好品德也都通过明月传达给每个孩子。 什么是传统文化发展广大?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这种儒家思想, 或者是说我们常常讲的仁义理智性放在我们的教学课堂里面。 而不是只是让学生说我今天只是学一个技能, 我只要去考试拿证书,比赛比第一名我就很厉害, 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当你在这个技能你能学得好的同时, 你有一个好的人品,有一个好的道德观, 好的社会观,好的价值观。 那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才是真正的为人师表。 让魏晨韵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明月进校园等活动的开展, 越来越多孩子开始接触中华传统音乐, 竹笛、柳琴、琵琶等民族乐器逐步进入孩子们的世界。 在福州,魏晨韵稳扎稳打,逐步扎根, 他的教育理念得到实践,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系统, 得到了学员和家长们的认可。 我们现在在这边, 这个台庆第一云家园的这个基地里面, 其实也享受了很多会来的政策。 政策都是要希望扶持我们在入门的时候可以走得更顺利,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压力不要那么大的发展, 把这些政策可以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包含很多在观望是否过来这边的台湾青年也好。 透过我们已经在大陆的台湾青年也好, 或者透过网络渠道也好, 要更多的让台湾青年可以看到有这么样一个机会。 如今,已经在福州扎根的魏晨运, 也慢慢成为福州和台湾艺术培训行业的桥梁, 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通过他认识福州来到福州。 魏晨运表示,希望能借助平台的力量将两岸民族乐器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共同推广琵琶、笛子、鼓琴等民族乐器, 弘扬民族音乐。 这种艺术文化交流,我希望是可以很好的去做起来, 不管是演出也好,或者是两岸的也可以去合办一些比赛也好,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真正的从小学开始就拉近两边的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